小姨 为什麽行军礼呢 因为我不知道用什麽方式来表达我对军儿的一种理解 莫洋明是我家第七个烈士 第七个烈士 对 那你家的其他的牺牲的人 我爷爷 爷爷兄弟 我旧老爷 还有一些我伯父伯母 在抗日章争的 有解放章争的 这是我最亲爱 我像你说了这些大家就能解 为什麽大家黑沙的小夜会为大家行军礼 但是我想小夜家人也都没有想到在何必面谈 祥宾也是为了别人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你去了金华几次吗 两次 我们结婚将近五年了 在一起的时间就有半年多的时间 包括我生孩子 所有的时间他都没有在家 所以我到金华几次的时间也比较少 今天站在招领奖 或者干什麽 让我出席 我只有两个字对大家说 参观 为什么要用这样两个字呢 因为我丈夫 他只是一个军人 他 我以前也不理解 但是 我靠他网上有个网友 有人说他对我们不负责了 对我们女儿不负责了 他有个网友是这样说的 他说 你知不知道 我们军人从从容的第一天起 就对着专注的国企 宣誓过 我们的生命只属于国家 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其实 我说的惭愧 他只不过是 负行了他一个军人的落叶 所以 这里到这里 我感觉就是这个惭愧 我听祥宾的战友说 他身体不太好 有脉稿炎 平时都很少接触冷水 对 医生叮嘱过他 不能下凉水 所以他的战友 一直都知道 他两年多 没有下过凉水 但是 他最后还是忘记了 自己有这个病 还是跳入江水中去救援 所以他障于说了一句话 他两年多没洗过冷水澡 最后 最后还是洗个冷水澡走的 你准备怎么和你女儿说呢 我女儿现在还小 她不知道这时候发生的一切 意味着什么 在她现在的印象中 她爸爸 跳到河里就能飞起来 睡觉 四个大老厨 她不理解这真正的含义 所以我现在不想对她说什么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纪宝成 在推荐孟祥斌的时候这样写道 真的忍者是他人的生命 如自己的生命 真的勇者愿为他人的生命 付出自己的生命 现在我宣布感动中国组委会 授予孟祥斌的颁奖词 风潇潇江水寒 壮士一去不复返 同样是生命 同样有亲人 他用一次辉煌的陨落 换回另外一个生命 别去问值还是不值 生命的价值从来不是用交换体现 他在冰冷的河水中睡去 给我们一个温暖的启示 感动中国2007年度人物 孟祥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朋友 现在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 中国工商银行碑 感动中国2007年度人物颁奖圣典 一个讲台 对一个教师来说是多大的空间 一个教师在这里能有多大的作为 信仰有多大的力量 它能改变什么 影响什么 也许很少有人见过这样读书的人 而且是每天坚持这样读书的人 大连舰艇学院的教授方永刚 就是这样在病床上连续看了108天 阅读了43本书 同时奇迹般地完成了30多万字的专注 亚太战略格局与中国海军 就这样事的 开始是三分钟举不了 后来五分钟十分钟 到最后 我一会去这书中举了就三个小时 1997年的一天 一场意外的车祸 把方永刚的第二第三颈椎装断 方永刚躺在病床上 无法凭静自己兴奋的神经 作为海军的政治教员 他的视野始终关注湛蓝的大海 近20年来 方永刚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 始终站在理论研究的前沿 他出版了16部理论专注 发表了160多篇论文 我们的党的理论创新的步伐 非常非常快 是为什么要提出叫和谐社会 为什么建新中村 为什么现在提出叫八中八十 容不关 等等一些的问题 你哪个问题不研究 你讲课的时候能张开嘴吗 方永刚出生在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 小时候家境贫寒 但他一直学习刻苦 1981年 方永刚考上了复旦大学历史系 毕业时他报考了研究生 但在考场上 方永刚只是写好了自己的名字和考号 就退了出来 这时候不能考虑自己 我弟弟还有一年毕业 还有公书 我母亲病的那样事 所以说就业 挣钱养家 生存第一 我喊了眼泪 写了名字 写上考号 标志着我 进来过 心里想着父母兄弟的方永刚进入海军 做了舰艇学院一名普通的政治教员 也就是从那时起 他开始深入部队边防 进行实地调研 为基层官兵讲解新的政策和理论 十年过去了 他渐渐成为了学生和官兵们热爱的理论教师 2006年 他完成了500多个课时的教学任务 发表了